大家好 我是Mira 相信有很多follow了很久的我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太常常 自己很私人的东西说出来的人 尤其是我的情绪 我尽可能都很少在影片上表达一些负面的情绪 其实最近我有点惊喜的 既然有人跟我说 早前一条影片就是炸鸡开箱 很多人都觉得我里面的低气压 但我自己拍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觉得的 我还觉得很正常 其实我本身不太想拍这条影片 因为我妈妈每一条影片都会看 不想拍这条影片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怕会担心 因为我通常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女性 不好的东西我是不会说 但其实我最近跟她说电话的时候 我相信她应该都感觉到 但是我总之就是不想差不多跟她说 本身觉得我应该是 再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变好 但是 连我的观众也有这样觉得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如我拍一条影片 跟大家分享更好 所以就拍这条影片 就是我最近开始 发现自己好像情绪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我是没有去看医生 我未去看医生 因为我不会每天都心情很差 比如好像今天 其实今天是正常的 但是很多时候 当我自己一个人 独处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很无动力 心情很差 很想放弃做所有的事情 我有上网找到那些 忧屈症测试来做的 结果是11分 其实不算太严重 但始终她的准确性又不知多少 所以 其实我现在不太知道 究竟是普通的心情不好 我一定是 其实我是需要看医生的 心情低落 这个感觉 其实就是 由去年4月份开始就出现了 因为去年的4月 我就跟前男友分了手 其实我收得超级 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 我什么时候拍拖 什么时候分手 跟前男友分手之后 我就一直处在那个负能量的状态 我每天做事 都是超级不起劲 跟朋友见面 或者我有时要做 要出门口之外 基本上我都是在家 躺在厅 躺在梳化上 不开灯 整个都是极度抑郁的状态 沉醉在那种非常悲伤的情绪里面 情况是维持到大概8-9月才慢慢痊愈 差不多半年 花了很长时间 我才从失恋之中走出来 但是 心情低落 这个感觉 好像有点成为了习惯 之后呢 都是有维持住的 之后呢 其实生活就开始慢慢换回正常 而年底开始呢 因为我和敷面开始变熟 和他几乎 那时候开始 就是每个星期都会见面 所以我有些什么不开心 我都可以跟他聊天 所以是比较可以忘记 那种低落的情绪 心情低落 这个情绪 又变少了 和变轻了 很多 但是 还是有一细细存在的 而直到今年年初开始 爆这个肺炎出来 变相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变了很多 我本身其实很喜欢留在家 但是我发现原来 我只能留在家 所以这个心情低落 慢慢又变强了 其实人有低潮 我觉得很正常的 因为有开心 就一定有不开心的 那以前 我也有不开心 过很多次 但是很快 都可以恢复回正常 而今次 为什么这个低潮 会维持这么久呢 其实我也很好地仔细想过原因 我猜第一就是 寂寞 因为我本身是离开家 离开家人 离开外国 一个人住 其实这个情况 本身就很容易产生 孤独或者寂寞感 但是因为我之前有男朋友 或者我之前可以很常常去见朋友 所以我就不太有这个感觉 但是因为肺炎的关系 现在变了不可以很随心地 或者说出去玩就出去玩 那我在家的时候 也都没有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 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的时候 是会容易 感觉到很闻 很容易 想到一边 而第二 就是 我觉得 只要是香港人的话 应该 由去年六月开始 我们的内心总是有一角 是觉得很难过 而今年的香港 即将可能会有大变化 忧心的感觉 是一路围绕着 其次呢 我觉得 是我的工作也有关的 因为我算是生活型的youtuber 这几年来呢 拍片和我的生活已经分不开 所以我的心理状态 其实很影响我的工作表现 之前失乱关系 其实真的极度影响我的情绪 所以我没办法可以好好经营youtube 所以呢 去年 开始我是挺不满意我的表现的 去年年尾开始 我心情开始又回复了之后 那我就plan好了 2020年的一连串的拍片题材 或者一些我工作上的安排 我心里面还在想 终于可以 打性精神地重新再来 谁知一个肺炎打过来 我所有的计划 完全是 无得实行 那我这几个月以来呢 只是拍一些在家的vlog 那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种 很疗如的vlog 那大问题就是 不是在这种 迫于无来的情况之下拍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 这几个月的视频 很多都是为拍而拍的 其实我自己就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我出片的密度一直都很高 观众都惯了我出片的频率是高的 所以我有点少接受不了自己 出片量太低 算是一种强迫症 我觉得 所以呢 搞到我怎么都一定要拍到片 出到片 但是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影响 就是我心情不好 会影响拍摄内容 因而影响到观看次数 观看次数不好 又会令到我心情更加低落 然后我心情低落 又会影响拍摄内容 就是一直重复又重复 那其实我中间都有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效果没有预期那么好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 好像很没用 为什么我会没办法在这个逆境之中求存呢 那也都因而这样 其实我没有看youtube很久 因为我很怕我会拿自己和其他creator比较 人比人一定比较 所以就尽量不看 那这种想法就不断在轮回 而在这个轮回又低气压的情况里面 我一直依旧都有看大家的留言 因为我觉得始终要知道大家的反应 但是因为人是一个负面情绪里面 其实是看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很负面的 其实这么多年来 不好的留言多多少少都会有 其实这么多年都有 那这样宣文都一样会有 但是之前就很快可以忘记 但是最近因为一直在这个低气压之中 所以我慢慢会看到不好的留言 就好像一张白字那样 我现在只是看到黑点 但是明明空白的位置有这么多 至于热配的影片 尽量就是以我觉得最自然 或者是最舒服的方式 去把这个叉文带进去影片里面 而且其实我的影片 全部都有写明是热配的 每次出片之前 我都很担心大家的反应 但是每一条热配的影片 我总会看到有些留言 就是写着右广告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字 就好像把我所有的努力都抹杀了一样 令我觉得做业配好像是一件错事 是我不应该的 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要赚钱吃饭的 又没有偷握怪骗 又没有去抢 很气馁 很多人会安慰我 就是说不要放信心 不要care这么多 那些都是宣文而已 大家都是为说而说而已 我知道的 我的理智当然是知道的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不管这些留言 尤其是是那种 会令人误会我的留言 我就更加越看越火 有时我看到留言下面 可能有几百个赞号 我就觉得不想人家去误会我 加上我最近开始做运动 大家的评论是其中一个 很大的压力来源 因为我真的说了几百次 就是我这次开始做运动 最主要的目标不是为了变瘦 而我要变健康 其实我以前也试过很多种减肥的方式 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的 所以我知道哪一种方式是最适合我自己 最近开始做运动了 但是其实我是真的很讨厌很讨厌做运动 我目前还没适应到或者是喜欢做运动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都慢慢按自己的步调去适应这件事 但是我看留言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无语 就是肥了很多 怎样吃炸鸡 你减肥的话就不能怎样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地克服我讨厌的事 但是大家好像看不到这样 我觉得是有一种否定我的努力的感觉 其实说真的 我现在是真的一点都没有瘦到的 但是我同时都是没有胖到 而大家耗中的 你瘦了 或者你变肥了 其实全部都是影响所有角度问题 唉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说什么 如果我的思想是证明的时候 这些可能会成为一个鼓励我的留言 但是现在我是超级负面 所以所有的言语 所有的评论对我来说都是压迫 好像全世界都要逼我 一定是要变瘦才可以的 就是我不可以跟着自己的步调 我是一定要跟着大家所说 大家才会认同的 我知道很多人是很容易地留言给我 但是我每次看留言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坐过山车那样 所以我又重新变回了一个 不敢看留言的状态 我真的没有一个很强的心脏 每次看留言都好像会受伤 但是偏偏很多时候 有时候提示弹出来的时候 你就很想按进去 做了这么多年youtube 有点好像变得越来越不敢做自己 其实现在在社交平台上 去发布任何消息的时候 我都会反复地提很多次 我很怕自己说错任何一句话 就可能会令到大家觉得不满意 甚至乎是会来骂的 然后我就会很容易质疑自己 非常之没信心 那当然令到我情绪这样的 还有其他原因 但是其他就太私人了 那我就不说了 那因为我有发现到我的状态 好像越来越不ok 那我也不希望我的情况 越来越变得严重 所以最近我有见多了朋友 或者有时车车远离手 可以去一些小旅行 那当然我们有做好防疫的措施 的而且确我觉得是有好转的 至少我和朋友见面的当日 但是可以维持到多久呢 就真的很难说 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的状态了 我猜我可能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 好像我今次这样 距离上一次出片 我是隔了个几星期 超舒服的 我觉得 所以可能是会减慢一下 出片的速度 或者我可能偶尔心情好 我就会出一出 可能完全不出也有机会 我不知道 看看我的状态 但是因为这条片的之后 其实有些片是热配 之前已经说好了出片的日期 或者是一些我之前拍好了的片 都有两三条 都会照出了先 或者之后 我可能会在频道会员里面 会再多一些更新我的消息 因为我觉得至少在频道会员里面 我是不会看到一些令我不开心的东西 因为里面都是爱护我的蜜蜂兵团 所以我比较有勇气在里面更新我的状况 我也希望可以快点换回那个 有消气有活力的我 现在这个我太陌生了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 很不行 好 就这样吧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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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